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我有的時候會在節目上 也比較開玩笑的方式說 因為人都有嫉妒心 所以我就會一開始就講說 老船長開個玩笑說 說什麼呢 我如果說我自己看大盤的準度 是第二名的話 沒有人敢說他是第一名 這樣各位懂嗎 老船長你看大盤的確是很準 但是今天為什麼一開始節目要這樣講 很簡單 我在這邊跟你說台北股市有沒有 這一天放大給你看 我說台北股市你放心好了 短期不會跌 會先漲 會先反彈 我有沒有講 你去看那天的節目 沒有講每一個觀眾賠5億8千萬新台幣 我都是講在前面的 所以今天漲400多點 我根本沒有感覺 本來他就是要反彈 他就是要漲的 這裡畫一條線 我剛剛講的還不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的你要把耳朵拉長的聽 全國 全國只有我一個分析師 等一下告訴你 也只有我一個人看得懂 你在聽到我講以下東西之前 有聽過任何一個分析師 像我這樣分析的 我立刻退出投顧業 老船長你這麼有把握嗎 好 不相信我們現在就開始 現在 市場上有很多人 因為今天的上漲400多點 開始跟你畫大餅 說這個盤要再漲到 2萬5 2萬6 2萬8 他說要回升 叫你們不要怕 但是他明明前幾天 叫會員把股票都殺在哪裡 殺在這裡 我都知道 老船長你在別家投顧 有安插一些臥底是不是 沒有 但是我知道這些老師 你所看到的 在節目上 你大部分看到老師 在幾天前台北股市 跌了2000多點的時候 他們叫會員把股票 都殺在阿呆股 沒有錯吧 我在測標也寫過 尤其是用融資買的朋友 你很容易就殺在阿呆股 因為你沒有錢追繳 是吧 我前幾天的節目都有講 好 那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現在帶你們 一起來回顧台北股市的走勢 你跟我走一趟 一趟就好 你要不但增廣見聞 後面的路你就很清楚 不相信 現在開始 台北股市啊 這個波段是從這邊開始漲 對不對 那到了今天漲400多點 很多的人都以為 這個盤回檔很正常嘛 回檔再創新高 回檔再創新高 有沒有 回檔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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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回檔也會創新高 我個人認為是不會的 老船長 飯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講喔 你講清楚喔 這個很重要喔 如果大盤這次無法創新高的話 那豈不是要開始走空頭了 好你注意看喔 我講話是有所本的 記住 在一個大多頭的市場 在上漲的過程 挺好喔 要喜歡學技術分析的 你的老師一定沒教啦 因為教科書上沒有教 然後 大家都搞不清楚 胡說八道亂猜 在這個上漲的過程中 壓回都很正常 可是你記得一點就好 這個壓回喔 千萬母堂跌破起漲點 老船長這話怎麼講 我們用圖來看 你一看就了解了 這裡叫起漲點 這裡叫回檔修正 這個修正是不能夠跌破什麼 起漲點的 你學會了沒 真的嗎 老船長 真的你看喔 這裡又是一個起漲點 欸又修正 能不能跌破這個起漲點 那老船長 這個差這麼多 怎麼可能會跌破 你等著看嘛 你不要急嘛 這裡又起漲一段 又壓回 有沒有跌破這個起漲點 沒有 來再來一次 再起漲再壓回 有沒有跌破這個起漲點 沒有 好這次我們再來衝啊 創歷史金高 請問跌破了這個起漲點沒有 跌破了沒有 你有沒有眼睛 欸有欸 老船長 這裡首次跌破這個起漲點 對 就告訴你這一段大多頭格局結束了 全國只有我一位分析師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這樣的充分的理由告訴你 接下來你要小心了 因為不能夠跌破起漲點 因為不能夠跌破起漲點 你剛剛開始我指揮棒比的時候 你就覺得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就跌破給你看了 有沒有 這一段直接跌破這個起漲點 其他的每一次的每一次的回檔都離起漲點 都離起漲點很遠 表示什麼 多頭結束了 這裡走了怎麼樣 也快要一年的大多頭 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這個反彈上來他在那邊七混八混 應該會做一個M頭 有的時候九點會三尊頭 所以空頭的來臨還是需要時間的 不是說明天就來 你筆記本寫清楚 不要胡說八道 老船長這一集叫8月1號 記得清清楚楚 就是說你腦袋瓜不要再幻想 台北股市要漲到25000 26000 28000了 至於那些跟你畫柄的 你都不要相信 懂嗎 他會跟你說跌破起漲點又怎樣 各位去想 一個波段的起漲點沒有守住了 跌破了 那這還叫大多頭嗎 對不對 你說你適度的回檔 那都是OK的 起漲點 各位明白意思吧 起漲點是最不容易跌破的 就像一檔股票 它從這邊開始漲好了 對不對 要跌破這個起漲的地方 那它不是走空了嗎 對老船長 所以全國只有我 很清楚的跟你講答案 那你可以不要相信我 但我要再講一次就是 接下來不會馬上轉空 它可能在這邊跟你震盪 然後做頭 什麼M頭 甚至三尊頭 然後再下去 那你聽好 美國11月選舉 美國11月選舉完了以後 美國股市就不會有人刻意的去互盤了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再加上現在的國際局勢 戰爭什麼很不穩定 大家已經爽夠了吧 從一萬多點一路漲 漲到兩萬四千點 對不對 當然這個裡面有很多的 一大部分都是台積電 台積電大家沒有買嘛 所以這一次的兩萬幾千點 大家是無感的 因為沒有買到台積電 你就賺不到 這種感覺上好像 指數創得非常高的錢 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 賺不到那個錢 至少不要把你的老本 在轉空的時候 再賠光 這個最重要嘛 對不對 因為空頭走完了 它還會再走多頭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子的 我個人歷經了很多次的空頭 我現在還坐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我不是死多頭 你們看這個波段老船長 什麼時候跟你們講過說 大盤可能要翻空了 我都跟你講 都是大多頭格局 到今天因為漲了四百多點 大家詭迷心窍 以為又要上去了 不可能 因為這個起漲點 各位被跌破 明白意思嗎 畫一條線 這個被跌破了 好不好 好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老船長 我就知道你留一手 不是這樣子講 我們說話不要講得太滿 很多東西 它在統計學上來講 都有誤差範圍 對不對 凡事都有例外 我這樣子講 是叫你在筆記本上寫 老船長說 凡事有例外 什麼有例外呢 就是台積電 有來到外資看得怎麼樣 一千兩百多塊到一千四百多塊 如果台積電可以到一千二一千四的話 那台北股市真的就會到兩萬五兩萬六 你聽得懂嗎 老船長你看台積電會不會到一萬 會不會到一千兩百多塊 或是一千四百多塊 講真的我不關心 我們又沒有台積電 對不對 所以說我今天這一集一開始 就是你做筆記把這內容寫好 將來你心裡有個底 那在座的看我節目都是做股票的 我講難聽一點 有時候指數走空 個股走多的是 空頭市場都有股票大漲走多頭的 對老船長 你這樣講我們就比較不擔心了 本來就是 我講的是大盤 我有沒有講個股 懂嗎 我只是知道你們今天會很confused 很混淆 到底這個盤是反彈還是回升 我就告訴你 幾乎就是反彈 要回升 只有靠台積電來怎麼樣 發生一個例外 所以你也可以每天看著台積電 然後你漲到一千兩百多的時候 難怪指數已經兩萬五千兩萬六 老船長講的沒有錯 如果你看台積電一直在那邊 上不去一千搞不好都夠不到的話 那很抱歉 不要做白日夢 明白意思嗎 好 那今天是8月1號 那麼再過兩天 就是鬼門開 這個鬼門開 這個大家要小心一下 出路平安很重要 不是什麼怕不怕鬼的問題 我相信各位 新宿正開大門走正路 沒有在怕鬼的 而且鬼 在那天鬼門開可以出來 那是因為天神們 慈悲心 讓他們出來人間游走 他有天兵天將看著 他們不能夠亂來的 各位懂意思嗎 那只要你自己不要在那邊 捉死這樣就可以了 那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投顾老穿帐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 那么当然八月份重要的 不是鬼门开啊 老船长只是跟你们说 诸二莫作 你就像我 我半夜赶一个人到坟墓山的 我不会怕的 我跟你讲真的 说谎我下十九层地狱不得好死 我都曾经在这个 整个坟墓山 这个半夜的时候 在上面睡觉 就我一个人了 那时候夏天 应该是进入秋天了吧 有点凉 我就在那边烧一些纸 取暖 老船长你有神经病 没有啦 我只是讲 我这样讲出来 全部的观众 没有一个敢像我这样的 所以我跟你们讲 如果有一天你诸二 你没有做 那你就不会怕 因为你死的时候 马上就变鬼 有什么好怕的 对不对 好 那八月份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父亲节 爸爸是很辛苦的 在一个家庭里面 当然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们家你爸爸不负责任 又怎样怎样 这个讲快一点了 没有父母亲就没有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有再大的成就 只要你没有办法 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都是空谈嘛 所以要先有爸爸妈妈 才会有我们 所以才会有一句话 叫天底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就可以了 那趁爸爸在的时候 要多孝顺 毕竟他可能是这个家里面的 经济的一家之主 那你在看我的节目 你也是身为一个 爸爸的朋友们 我也是希望你们 来到股票市场 心术要挣 投资很辛苦 要花很多时间赚钱的 那么台湾的头顾老师 都教育所有的观众 参加他的头顾 参加他的会员 比抢银行还要快 这就是台湾头顾老师 大部分的水准 天天涨停永远大赚 变成我们这一种 跟观众讲实话的 人家不信 对不对 我都交汇费了 你马上告诉我一支股票 就要涨停 你试试看 全国有哪一个有办法 都是叫你当天去追涨停板 节目收了之后 这个大盘收盘之后 节目就表演 你看我们股票今天涨停板 要不要连 这种老师 鬼越小心一点 出路小心一点 如果遇到冤亲债主 赶快去抓这些老师 好 那88节 就是有专案 这个一年才一次 不是做生意 如果你现在手上的股票 已经在前几天 听好 你的老师叫你杀宅阿呆股的 然后他现在又叫新的股票的 有这种遭遇的你来找我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你心才会痛 你会有感受 不然我刚刚讲那些老师怎么骗人 老师那是你在讲的对不对 你们有去参加被骗过 被当过猪脑袋宰的 有这种遭遇的 你再来找我 利用这个专案来找我 否则你是听不进去的 你一定要被人家迫害过 对不对 扒了几层皮 你就相信老船长讲的话 懂吗 不然我问大家 这一天 跌了两千几百点 这边谁在杀股票 你的老师阿 前两天都叫你卖来这里 不是吗 敢说不是 我都知道啦 投雇业就是这么大 私底下大家都会传 不要脸的老师一大堆 对不对 节目上都是怎样 哇好厉害喔 世界第一名 有本事让我老船长去参加你的会员 敢不敢 我退休之后我就来参加几个 然后呢 我的专业马上他的节目 对照coaching 马上告诈期 一定成立的啦 看我要不要而已 好 那各位看到我的测标 我测标写得很清楚 没有什么模拟两可的 手上如果你有玉龙汽车的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回顾我以前的节目 好好想一想 在重要的阶段我都跟你说什么 比如说玉龙汽车 他在这一天跌破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一天跌破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我说他不能够跌破这边 为什么 因为人家这边没有电动车 都还可以保持这个高度 后来有电动车拉了一波 对不对 然后回档 我说借卷卖出的卖压 还有融资 对不对 要杀融资的卖压 但是这边绝对不能破 我有讲过 那为什么破 他杀融资 这一段才杀了不到4000张 各位 31000多张的融资杀不到4000 还不到4000 我认为杀太少 我也直接讲说 他不会涨 一定要到融资减幅够多的时候 玉龙汽车他会V型反转 我再讲一次 是V型反转 那一定很多人回过头来看 他的玉龙汽车会杀在哪里 对 阿呆股 记得我讲的话了 我都讲在前面 好的股票 你要懂 因为他现在的价钱 用本益比来算 以今年的预估的EPS 本益比是股价除以今年的预估的EPS 不是除以去年的EPS 你的老师搞不好还搞不清楚 连公司都不知道 那今年预估多少老船长 今年大家都估他5块钱 所以他现在60块除以5等于 本益比才12倍 台北股市在22000多点 玉龙汽车正派老牌大型股 中大型股 竟然本益比只有12倍左右 的乱七八糟 很多的股票 亏损大王 赚鸭蛋 对不对 甚至有赚钱 本益比 哇比天还高 合理吗 不合理 对不对 但是股票市场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那一些投机的股票 什么金利科神盾 就是主力用这种方式 让你觉得说 我不能够认真的做股票 我一定要懂得投机取巧 我才能够怎么样买到标股 那些主力 他就是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的确买神盾挂掉的 买金利科挂掉投资人一缸子 后来他们回想到 当初看老传长节目时候 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现在跑去做大楼管理员 很合理吧 对不对 那我说过你买到好的股票 他本益比已经是超跌了 本益比很低了 你根本不用担心 尤其于育龙汽车来讲 现在是8月1号 7月刚过 7月育龙汽车的N7电动车 又卖到7月份电动车 国内的销售第一名 又回到了N7 上个月6月 被特斯拉的Model 3跟Model Y 拿向冠亚军他第三名 可是这个7月份 又变成育龙第一名 那Model 3跟Model Y 特斯拉他们衰退幅度比较大 又变成二三名 换句话说 育龙汽车他就是台湾的特斯拉 那他从4月5月6月7月连续4个月 每一个月的电动车的销量都怎么样 超过1000台 大家要多给他鼓励 那他股价今天会涨这个德性 第一个公司不护盘 不买库长股 我讲过了 对不对 那个是领导人的问题 他的作风就是这样子 如果现在是颜凯泰先生在的话 我相信育龙汽车的股价 一定是病病狗 大家应该都认同我讲的 那没关系 你要杀融资 对不对 就给你杀 所以我说他这个地方不容易跌 也不容易涨 为什么 这边已经本益比12倍太夸张了 他如果哪天不小心跌破60 也不要担心 为什么 他很快会上来 各位懂意思吧 毕竟育龙汽车 我认为就是台湾的特斯拉 成绩交在那个地方 那另外 跟他合作的一家公司 就是跟鸿海合作的一家公司 鸿海跟育龙汽车 合作公司的鸿华先进 专门在设计研发电动车的 那这一次的N7 就是鸿华设计研发 交给育龙来生产的 那鸿华先进 第二季会不会由亏转赢 注意啊 把日期记下8月6号 今天1号 8月6号应该就会公布财报 公布上半年也就是公布第二季啦 就知道 那鸿华先进第一季多少 各位看一下 第一季亏0.33 也没有很多啦 那他第二季有没有机会呢 其实是有的 第二季叫四五六月 各位看他四五六月的营收 36亿 一二三月只有八九亿 八亿多 第一季八亿多 第二季拉到36亿 啊 有没有机会 是有机会由亏转赢 那一旦他开始由亏转赢 我说过他的股价 就是你高攀不起的 为什么 他可以做全地球的生意 啊 玉龙汽车呢 他做的只是台湾的生意啊 现在N7还没有怎么样 外销嘛 懂不懂 但是宏华先进 他可以接全球的单 但是有差别的 那你说玉龙汽车这样不是 对不起 就赚得比较少 没有耶 宏华先进 玉龙占百分之四十几的股份 所以各位给他一点点时间 给玉龙汽车 给宏华先进 台湾的电动车的希望 而且我觉得 以我们的电子业的成熟度 我们所设计制造出来的汽车 绝对不会输给 中国大陆的比亚迪啦 这样大家明白意思吗 好不好 最后我再用鸿海来鼓励大家 这股票对不对 不会涨嘛 两年的时间啦 不会涨 两年够久了吧 抱着鸿海是不是想要哭 生不如死 结果呢 这个七百多亿的股本 可以这样直线拉伸 一次给你 再加上这两年的配股配息 转翻天啦 所以时间可以证明很多事情 认同老船长的 现在这一刻 先帮我按一个站 然后呢 等一下也欢迎所有的爸爸们 怎么样 打电话进来 跟我一起开大门走正路 那些头骨老师天天大转 永远涨停都是假的 有参加过的 被伤害过的 现在开始拨打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不过提示 明镜需要的目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与点重 欢迎订阅 我们 behal免 支持之前 支持明镜需要单